尼顿在收到一颗从树上掉落的苹果 受到启发后发现了地形引力 然而这个地域主宰了人类几百年 但在这个地球上 有些地方可能不存在着地形引力 今天就让五件小事为你带来 地球上五个可能没有地形引力的地方 你当听到瀑布的时候 我们脑袋就会想起 从山中或山林中某个高度流下来的水 但在位于励志这个国家中 有个瀑布却沿着方方向向上流动 知觉看起来这个瀑布好像真的不受地形引力影响 但现实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迫使瀑布向上流动的是当地强烈的风 虽然这不是真的不受地形引力影响 但它显然还是个奇观的天然景象 在美国加州有个神秘又恐怖的地方 是乔治普鲁松在1939年首次发现的 他说他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忽然感到头晕 他膝带指南针也不停地旋转也不停顿 随后他在这里买了一块地 并建了一所房子 邀请人们去看里头的神秘事件 这神秘事件就是人们可以站在弯曲的角度 而不会跌倒 水珠可以向上漂浮 小球可以在前面向上移动 各种迹象仿佛地形引力在这里都起不了作用 很多人说这种现象是由房子下面的磁性陨石坑引起的 至于原理是什么 斯林的引力在这里认识一个迷 这是一座很受欢迎的山脉 全是因为它其他的自然现象 它距离土耳其山边界30公里 但这座山就会发生以其他山上不会发生的事情 停在山下的车子会自动向上移动 河列的水也会上上漂流 登山者也一口同声地说 这座山上山比下山容易 在这里的引力和其他山脉有所不同 至今科学家也无法给出个精准的答案 加拿大新布人瑞克省有着世界上最神奇的高速公路 重力在这道高速公路起不了作用 把汽车开到这里 你的车子就会自己行走 就算你把汽车的引擎关掉 汽车依然会把自己当成司机 自己驾驶 就连飞机飞过这片区域也会忽然升高 当地人想了很多方法来解释道路发生的一切 有人说高速公路旁的山脉有磁力把汽车吸过去 有人认为是幻觉 更有人说是鬼 不管事实如何 这个地方还是值得一去 去看看你吸掉引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古佛水坝是美国最大的水坝 并被占预为沙漠之传 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做一个实验 就是站在水坝的最高点 自己带一瓶白开水 打开 然后把水倒出来 你会发现水不是向下而降 而是向上升起 不仅是水 把物品丢下去 它也会向上流动 专家指出这个水坝应过于庞大 导致空气强烈的向上流动 而导致引力失效 如果你知道其他类似这些无重力的地方 欢迎在以下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下次为你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